作词 李宗盛 情起情灭 而尽尘秋空对月 相约相望 似皆似缘 旧事也尽如云月 莫道相守 莫道相守 相守无情 心事成全 乱世离去 看看离别 双丝一人双平两边 长相守一句 何年 二皇子深夜造访 皇上必有要事吧 实不想瞒 求王爷相助 二皇子 有何事 您尽管吩咐 母后这局又赢了 孩儿很是佩服 方才在这棋局之上 母后用了极角之势 对你左右夹击 才逼得你乱了方寸 最终满盘皆输 其实 你我眼前的局面 又何尝不向这棋局呢 孩儿不懂母后言中深意 还请母后明示 皇上宽心 旭儿跟傅儿 都是臣妾的手心肉 不论谁当太子 臣妾都高兴 所以太子之争 陛下不妨把它看作一场试炼 看他们究竟会怎样操作 介意观察两人的心胸 谋略与人脉 皇后说得对 结果不重要 过程才是朕最看重的 不过有一点 朕不能容忍 陛下请说 那晋王 死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谁为了一起之词拉拢他 就是动摇我宣家根基的人 是江山社稷的罪人 不过 臣妾 倒是有一个想法 不如暗中 派人监视旭儿跟傅儿 看看他们 有没有拉拢全臣 争夺楚位之意 母后高明 真是妙算 方才来人禀报 那宣本婿 果真去了原青江处 想必此时 你父皇 早已得知消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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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生生不离好生厉害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怕是快死了吧 死在这儿也好 至少不会连累谁 都什么时候了 他应该早就把我忘了吧 他是什么时候和原非白见的面 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呀 木槿啊 你在干什么 我看这儿有山有水的 我坐在这儿看看 了 Zither Harp 你也知道这曲子 本世子文武全才 你不知道吗 穆姐 你怎么了 没事吧 你还想让她干什么 原非把她害你还不够惨吗 为什么你还要拿这些东西 给自己添堵 来 我帮你把它扔了 你 你凭什么扔我的东西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 我刚刚 母亲 与兴你天天在想 那害你中生生不离的 罪魁后手对你的伤害 为什么你不多花时间 去看一看 哪怕受益刻住 看你身边这个 不行 其实呢 我 我 来来来 给我看啊 世上绝无仅有的 紫眼睛妖怪 真有紫眼睛 包你们满意 好不好 好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看见没 怎么样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不是说过 不可以绕相 我知道吗 他要明白过来 不就拆穿了整件事情了吗 有两个大伙 为了一赌你的真容 一致千金 朝主夫人 为了钱 你就忍忍吧 来 看看啊 看了啊 你眼睛妖怪 让他退钱啊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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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你多少次了 不许带他们来军家寨 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告诉你爹 走开 快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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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再这样 以后就别想再出门了 木槿 木槿 你为什么总是做伤害自己的事情 我只是想为你跟夕颜 多挣一点钱而已 夕颜她现在是长身体的年纪 她肯定要吃得好一点 还有你啊 你看你都瘦成这个样子 我当然想让你也吃得好一点的 我当然想让你也吃得好一点的 别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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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大家记得好一点 帮大家记得这个与 EU 我们可以时到达给大家 多一些 複数字 那我们可以找到 我们有点儿子 我们可以看到 我应该装 我们要配备 但是 我们有点儿子 昨天 让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你在君家寨的这段时间里 无论是平平淡淡 还是打打闹闹 都是我花木槿这辈子 最难忘 最轻松的时候 就像认识了一个好朋友一样 也许你觉得 我对你那一些好 让你误会了 让你以为 那是爱情 但是 在这一年里 我已经想明白了 不管非白和锦绣的感情如何 我都不在乎 我还是喜欢她 等这次风波结束了之后 我们回到南国 我会尽全力帮你解释紫园的误会 然后就会离开你 我相信 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 珍惜喜欢你的人 为什么 我又哪里比不上原非白 她有什么地方比我好 她也讨厌 我会用眼泪又化丁春 却用温暖感动眼寒 而是也随着银行无声的交换 而现实前摆转 如果你与我曾经满 现在你我是否愿门 忠于我或愿感情 不应被燕燃 为时以后啊 她到底有什么好 她可以像我一样 违背父亲的命令吗 她可以为你牺牲一切吗 她可以为你扮成女人吗 害我穿成这样 老子不干了 谁 你居然是个男的 段月容居然是你 别过来 你先上 你先上 都说段月容武功高强 我要上去被她打死了 让你捡现成便宜啊 对啊 我就是武功高强 可是小王我 可不会手下刘琪 你 上 你还想跑 让你跑 你本是奴隶 看本世子将来这么损失你 还敢嘴硬 走 走 走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的武功呢 想想想 其实好久没这么抱过你了 想想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当时对你没什么好感 觉得你也就是个顽固子弟 后来 在紫园 看着你救无辜的人 从那个时候起 我便爱上了你的善良 是你让我想起 你 我也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也有一颗爱人的心 我本就是陛下 爱在你身边的奸细 所以 你恨我 我不怪你 我会永远保护好你 因为我爱你 我会永远保护好你 好 你又在给你的王爷写信啊 我是带着任务而来的 将一切禀报给王爷 何措之有 看来我昨天说的话 你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我出生于暗宫 但我不愿意在那样的环境里活着 所以每次王爷前来 我都极力表现 王爷终于看到了我 认可了我的天赋与能力 亲自把我带到了有阳光的地方 我之所以拼死训练 对东莹如此效忠 正是为了报答王爷 正是为了报答王爷 你怎么没中毒 将你要磨入莫主 待我拿起信件时 闻到此我便会中毒 此下毒之法高明 不愧是暗人之手 可是你忘了我是谁 我乃袁家三公子 东莹的大统领 你的毒 袁家的迷药 对我是没有用的 你如此效忠袁家 东莹到底谁做主 你不会不知道 三公子 你真的就以为我没有办法将书信寄回此原吗 人哪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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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找不到他们没几十分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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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将军 都没有办法将军 我先要不等一下 走 可能那两个探子一会儿就回来了 走 醒醒 怎么睡这儿了 来 你出来找我 你要睡就回去睡 这儿疗 你身子本来就不好 万一病了怎么办 对了 绿水她找到我了 我们赶紧带夕盐一起离开这里 绿水能找到这儿 那护勇一定也可以 对 现在赶快走 我们不可以连累军家寨的人 可是 我舍不得军家寨的人 我想跟他们道个别 不要了 他们知道越少 对他们越安全 没事奸响了 走吧 好 不是让你不要再来了吗 我是不会 是尽管了 我 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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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儿有多苦 我也是迫不得已呀 姐姐 来 快起来 香秦啊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这点情分还是在的 姐姐 你果然善良大度 香秦日后定会肝脑涂地 为姐姐效忠 紫园的故人 现在身边也就剩你一个人了 细雨和中原不同 我们能做个伴也是好的 姐姐 你真是大好人 为了报答姐姐 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告诉姐姐 那就是当年玉佩事件的真相 那玉佩是花锦绣放在姐姐房中 栽赃于你的 你说什么 那枚玉佩是二小姐给花锦绣的 那日花锦绣来到林瑞阁 一通苦苦啼啼 说了很多你与宋明磊 私通之类污蔑你的话 二小姐勃然大怒 事后我才知道 花锦绣因为被柳颜生那个色鬼盯上 一心想要离开戎宝堂 所以才打起你的主意来 不可能 不可能是锦绣看的 姐姐 你就是太善良了 你想一想 为什么你一离开林瑞阁 花锦绣就能去呢 而以二小姐的身份 又怎会认识花锦绣呢 姐姐 相亲所言 句句是真呀 你不要再说了 我 你们害我一生 来世 我一定会加倍奉还 你们害我一生 来世 你们害我一生 来世 我一定会加倍奉还 你自己选 你自己选 也许 你多乱 你太爱了 你不信 你不信 我就是死 也不能死在你们手里 你 你干什么 我带你逃出原家 放定 离开原家 然后呢 我会守护你一辈子 我哪儿也不去 难道你要呼呼被逼死在这里吗 不会 王爷不会把我一辈子关在这里 我是他妻子 锦绣 什么都别说了 赶紧走 走啊 走啊 那见人如何了 事到临头 他还在做梦 盼着王爷能回心转意呢 去 给他的馊饭里加五勺银 不许给他喝水 是 好 立储乃国之大事 朕想听听各位卿家的意思 本来也能够 对 我 他 听话 你 你 虽然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陛下 二皇子虽年纪尚浅 却是德才兼备 犹如出生之昭阳 实乃朝廷之府也 晋王 臣在 众爱卿如此推荐二皇子 晋王为何一言不发呀 臣不发一言 皆因昨日言语之诗 心生悔意 但说无妨 臣昨日本大力举荐二皇子 今日有异议 爱卿何出此言 是因二皇子昨夜造访下处 邀臣一力举荐 臣本以为二皇子一直是以江山社稷为重 个人利益为小之人 可没曾想到 关键之时 二皇子表现得极为鲁莽 着实令臣难以判断 经过昨夜之事 臣痛定思透 恳请撤销我剑举二皇子为太子之意 晋王果真是轻者自轻 不结党营私 难为满朝的表率 至于这太子之位 朕心里已有伎俩 现在 我们分成两路人马行动 一路封锁大山 搜捕段月柔花木槿 另外一路跟我去搜查君家寨 是 去那边 去 君家寨 快 快走 是 是 没有人 看来洪庸已经发现我们了 我要赶紧回去报信 你现在回去不是送死吗 但是他们已经认定 君家寨的人窝藏了我们了 我熟悉地形 抄小路一定比他们快 所以 只有我现在回去报信 让他们赶紧走 才能 不行 他现在的目标是我们 他只要找不到我们的话 最多抢劫君家寨一番 就会离开了 但若是让他抓到你的话 整个君家寨都会 跟着你一起陪葬啊 胡勇他们已经认定 君家寨窝窝藏我们了 我要赶紧回去报信 让他们赶快走 才有一些生机啊 好 好 我们一起回去 不行 你先在这儿吸盐走 他也想不能让他冒险 你可以冒险 我也可以去冒险 为什么他不可以冒险 若真的被他们抓到的话 那我们一家三口 就埋在君家寨就好了 你们要是跟我一起的话 我还要照顾你们 我会分心的 你放心 等我安全了 去找你们会合 老子不走 走不走 保安心 到山下里 我一定等你 我一定等你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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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子 你 你怎么还穿这女装啊 外面全都是胡勇的人哪 我不扮成这个样子 怎么逃出生田来找你啊 对了 你找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去安置好这个小孩 看还没断奶呢 孩子 你怎么还有个孩子啊 世子 不是我的 是我的 不管了 你反正找个最安全的地方 把它安顿好 怎么了 我有没有孩子你管得着吗 世子 我沿路留下的山茶花暗号 没想到你全都看见了 而且还找到这里 我一听说胡勇要搜山 还发誓要找到世子你的消息 就担心得不行 没想到世子居然下了山 世子 你没事太好了 你以为我是谁啊 你翘起屁股来 我就知道你放什么屁了 我虽先也不下山 可是 木槿还在君家寨里面 我不可以眼睁睁地 看着胡勇 去把君家寨的村民们 全都屠杀了 我们之前 不是暗中囤了一万的兵马吗 现在正是时候 我要你去调动这些兵马 杀胡勇 拯救君家寨 世子 这些金兵是咱们 豫王府最后的保障了呀 如今陛下对王有虎视眈眈 随时准备发难 在这个节位而上 怎么能为救一个寨子而出兵呢 什么一个寨子 若不是这个寨子的村民 我和花木槿早就死在山上面了 他们现在的灾难 也全都是因我而起的 更何况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制服胡勇 然后再带 花木槿一起回到南国皇宫 让胡勇军接受审判 才可以洗脱我的嫌疑 才可以救我和父王啊 可是 不要再可视了 我心意一决 因为陛下对王爷的狐疑软机 我早已将大批人马 调至沃州香烟埋伏 以备不时之需 若我们即刻回去调遣人马 一来容易被发泄 我们现在豫王府饲养兵马 这可是大罪 二来 沃州距此路途遥远 就算我们的人手来了 胡勇也早已攻破军家寨了呀 好 那你这次带了多少人马过来 两千人吧 两千人嘛 但是胡勇他人多势众 我们一定要做好一切部署 你在山下方有多少人 一千人 一千人嘛 也不够 我就应该在官道上面 再多放一些兵吗 做好一切埋伏 才可能做到这个 里应外合的万全准备 蒙昭关了世子这么久 些许兵法还是懂的 世子 我早已在官道 埋伏了八百人 如此可教言 但如果我是你 我就会在后山那里 再多放一些人 做两面埋伏 那个地形 便于观察 做好包抄的准备 世子放心 这点蒙昭也早已想到 蒙昭也在后山 布置了八百人马 八百人马 八百八百一千 就是两千六 你不是跟我说 只有两千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翘起屁股 我就知道你想放什么屁了 我现在为什么 觉得你还有更多的人 没有告诉我呢 你刚才不是说 这些兵已经调到 沃州里面去了吗 本世子现在表示 极大的怀疑 你赶紧去帮我 调动所有的兵马 我要去救君家战 还有黄木槿 他奶奶的 老子不屑上不去这君家寨 报 不 胡帅 另一条上君家寨的小路 也被石头封死 咱们一时半会儿 也上不去山了 如此兴师动众的独路 向那段月容与花夕夫人 定藏在君家寨中 来人哪 没有路 就算是踏 也要踏出一条路来 他们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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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好了 磨磨先生 你真是好计谋啊 那胡勇 被石头挡住了去路 已经撤兵了 好 好 推石下山 只是权益之计 胡勇残暴无端 他已经洗劫了附近 很多寨子了 我们这么做 怕是惹怒了他 他一定会找到新的路 找到君家寨的 那咋办 我们何不转入山中 另寻新的乐土呢 莫问先生 君家寨扎根在这里 已经五百年了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乡 家在人在 家亡人亡 我们绝不离开这里 可是没有了命 怎么好好生活 莫问先生 你不懂 对于我们来说 家乡没了 就没有活下去的念想 我们进去不早 大不了 和他们拼了 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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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温先生 你和君家寨没有关系 帮大家到现在 也算是仁至宜尽了 你走吧 族长 你们待我如亲人 我怎么能抛下你们一族两支呢 我要留下来 和大家一起守卫家园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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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庸发现百年前通往咱们寨子的古路 正在挖掘开辟呢 这 如果开辟成功 他们要多久可以攻入君家寨 预计也就是五六天的时间 怎么快啊 这是 怎么快这么烧下 小玉 你看他们像有多少人 至少三千人 三千人 我学过家传机关术 如果你们相信我 我这就根据地形来设计机关和埋伏 此也不能让他们上山 王位先生 大家都说你尽多识广 你又会机关术与布阵 这一仗该怎么打 就交给你了 放心 傅儿不比续儿那般聪明 陛下当真决定 要离傅儿为太子 圣旨已下 岂容得换来换去 其实本来 朕是一属续儿的 不论他做了什么 但是他在十八岁 母亲早亡 在朝中又没什么依靠 心急想拉拢朝臣们 这都有情可原 其实论才干论智母 续儿都当得太子之位 这两个孩子们 都是臣妾从小看着长大的 都是心投入 若陛下为难 臣妾愿意把 傅儿的太子之位 还给续儿 日子还长着呢 最后 谁才是继承朕江山的人 也未可知啊 续儿还小 这一次朕就既往不救 从今以后 朕要好生地磨练他 只要不走偏 肯定是个好苗子 是的 陛下 您春秋日盛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吧 朕最喜欢你的一点 就是不寻思 得妻如此 夫妇何求啊 父皇怎么那么偏向他 我都这么努力了 仍旧未得到父王的认可 父皇还是立了他为太子 母后 那我该怎么办啊 你就别抱怨了 你弟弟自有过人的地方 母后呀 要撮合一桩大喜事 大喜事 我外甥女王焕梨 年方二八 尚未婚配 我会跟陛下求情 把她嫁于宣本絮 我怎么都忘记 我那个焕梨小妹了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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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夺权 帮父王夺天下 对 可周旋于内庭与外朝之间 大可可谓是内有强兵 外有盟友 这世子之位 十拿九吻 便是你的了 从前 我担惊结虑的 想要成为你这样的人 目的就是希望父王能高看我一眼 现在想来 我着实不是那块材料 所以每天都过得闷闷不乐的 不过此刻 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你将是命中注定 引领我的人 不敢 呈上来 这是西营的统帅大业 有了他 你便可以任意地调遣西营 今天我就把他交给你 大哥 你当真如此相信我 就不怕父王怪罪于你吗 你就是我的 高山流水 以后我们有田一起尝 有苦 广皆投静 死你 死而后已 这宋明磊 精确算准了 千里之外的陌生人 还算准了 近在他身边的我 甚至猜透了我的心 这样的人 为我所用尚可 如若不然 确实太恐怖了 渡不过红尘 握不住余温 岁月未曾 轻言懵懂少年人 最贪恋凉尘 最难奈离分 痴情容谁 从往事中重生 未曾向枝变 转身 还未如愿 却梦沉 若从头说着 无常缘分 是双血起身 令我知心愿 看看一梦三大阵 今人同罪不通知 是知情之水 是知爱之恨 你后歌 你后歌自于往事 温存 请到今生处深温 人在人潮里浮沉 一顾飞你 再顾飞我 你何旧是否为我死生 谁还候这春风生 你